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此之外 还邀请到职业男球员黎家栋和我们聊聊天 以及大众康提加联话 亚洲沙滩运动会之后会在三亚道展开 介绍澳门会派对出战 是的 其中沙滩排球代表队在过去的周末进行了习分队内部选拔赛 男女志祖的首名将会获得参赛资格 其中男子有三对角逐 林乐恒、火牌王伟希是关键的一场 对着谭哲明和陈嘉伦 最终直落两局击败对手 在选拔赛里赢出 赛事作为代表队的内部选拔赛 男女子祖的首名队伍将会获得代表澳门 参加在海南三亚举行的亚洲沙滩运动会之格 其中男子祖的选拔赛 由面向镜头的林乐恒、火牌王伟希 对着谭哲明和陈嘉伦 林乐恒和王伟希这队经验较好的组合 首局一度领先13-6 男子祖原本有四队参加 不过蔡伟杰和叶少怡在较早前宣布退赛 加上积分较为落后的罗斯进和欧振星 在前两场都不敌对手 因此这场比赛就成为争夺参赛资格的关键一战 王伟希把握对方不留心回球得手 领先17-10 落后的谭哲明和陈嘉伦之后作出反扑 这球修正得不错的 以一球斜线得手 之后更加开出A3追到18平 尾段两队争持得较为激烈 林洛恒难忘成功 拉开20-18进入局点 虽然谭哲明和陈嘉伦不断向对手施压 但最后都未能扭转形势 林洛恒和王伟希配合较好 首局先赢21-19 赛前林洛恒和王伟希在积分方面 虽然不及投号总值的谭哲明和陈嘉伦 但这场关键的比赛 林洛恒和王伟希表现就较为优胜 紧接一局的战方和首局差不多 林洛恒再次在网前扣杀得手 率先进入赛点 打发积极的林洛恒和王伟希 最终赢多过21-19 直落两局胜出 奪得亚沙混男子参赛之格 以发挥来说 其实大家都不相伯仲 以比率来说大家是55球 其实之前练波都一起去训练 训练期间互有比赛的时候 各有赢 今天来说他们发挥都挺好的 但某些位置把握力 我们的把握力就把握得好一点 在这个位置才可以赢到他们 在练波上的部署 可能就真的少了 大家都不能集体训练 可能自己在健身或在家里训练 但一有比赛 其实大家的心情都是很兴奋的 对于 至于女子方面 右背向镜头的李仙君和谭建兴 对梁安盈和罗永森 作为老对手 两对都相当熟悉对方的打法 首局梁安盈和罗永森被李仙君和谭建兴接连运 运到后场的漏洞 先输13-21 这次船拔赛 男女子组胜出的队伍 会经排众理事会通过之后 将会委派为代表队参加今届亚沙混 不过早前亚奥会就发出声明指 原定在11月举行的亚沙混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将会重新安排 但确实日期就有待公布 提回比赛 梁安盈和罗永森 是近接一局经过调整之后 表现明显提升了 这局九次和对方打成平手 以21被18攀平局数 关键的决胜局 梁安盈和罗永森越打越顺 初段已经建立了5分的优势 不断压制对方的打法 之后开球更加打乱对手节奏 即使能够回回来 但梁安盈和罗永森都能够成功组织攻势 这下往前球杀得手 一度领先11被4 罗永森赛后也说 在疫情期间除了没有比赛之外 自由球队的场地都没有开放 唯有进行一些体能的训练 决胜局只是打15分 虽然李善军之后是网前得手 但都未能反败为胜 随着谭建亭开球出界 梁安盈和罗永森赢15被9 局数2被1反胜对手 这队组合赛后一道乐旅 对于获得亚沙运的参赛之家 感到非常激动 我们第一局入局得很慢 我们完全接不到一传 被对手牵制着 幸好最后第二局都调整到 第三局就做回自己应该做的事 就赢得轻松一点 之前的比赛就算赢输也好 都只是赢和输 但今次赢输是关乎着 有没有能够出去比赛的 所以对于这次比赛 我和我的partner是很认真去准备 很紧张的 所以赢了之后就很激动了 另一场的两队 虽然无缘代表队资格 但仍然能够借着 这个船拔赛增加经验的 背向镜头的李经丽火柏林荣彤 直落两局21比12 同21比19 击败王子民和周嘉敏 受到疫情的影响 备受关注的学界赛事 经过各方的商讨和评估之后 上周三正式恢复部分的比赛 没错 不须先复赛的 在学界足球A做的赛事 为了安全起见 教青局都有实行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所有参赛的学生 教练以及裁判都要事先接受核酸检测 至于比赛方面 战况就相当激烈 最终能够打入决赛的 是上届的亚军国际学校 和胜工会中学 和大家重温这几场的比赛 随着本欧疫情逐渐稳定 停摆了五个月的 学阶赛事正式重开 首项复赛的是 男子A组足球 最后一场八强的赛事 过往都是联方运动场举行 今届就移私到科技大学 为了安全起见 入场所有人士都需要量体温 以及出示健康码 场内都需要配戴口罩 以及保持社交距离 观众席就只开放给参赛学校的私生 并需要提早预约 以及错封入场 至于所有参赛的学生 教练以及裁判都要事先接受核酸检测 教青局副局长龚志明就说了 一直有和卫生局保持紧密联系 希望尽量在最安全的情况下 去满足温冬院 特别是应届的毕业生涯 给他们留下美好回忆 有见及此 教青局会考虑在各项赛事的决赛阶段 似乎实际情况开放更多的座位 能一起都是要听从卫生局的指引 决赛都是我们第一个先看学校的预约情况 第二个就是都按回卫生局的指引 起码是一个50%以下 如果真的踴跃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放一点 但是都是要按照卫生局的指引 南A学界足球在疫情爆发之前 还有一场八强的赛事 就是由红衫上界鸦军的国际学校对战持有 国际学校大部分时间掌控形势之下 结果赢3比1 制伤4强会对为面的悦华 国际学校教练杜米就说了 满意球队的发挥 并认为大会各项的安排到相当妥当 令学生可以放心比赛 对于球员来说 对于球员来说都是想旁边有些球迷宽呼 虽然政府都没有删除不给大家闭门作赛这方面都可以了 接下来就和大家看看四强的赛事 由红衫的国际学校对战越华 虽然国际学校只休息了四天就要应付这场赛事 但相比起越华来说 国际学校可以说是提早找回比赛感觉 海赛早段就已经表现相当积极 洛迪高这一球独场禁区后提准机会射入 威球队领先1比0 力争七年观的月华 在八强以三球正胜利马斗 但今场攻门次数不多 去到原场前五分钟再度失手 后上的麦卡菲布瑟一网 这场是去年的决赛翻版 上年饮恨屈居第二一国际学校 今届的阵容几乎上一届一样 球队细要卷土重来 稍后再有米基杜明股仕 门前撞成三比零 大小已去的月华 不但未能找到破门机会 在保时阶段还要失多两球 不仙是蒙迪路头锤顶入 去到原场前 再一次被蒙迪路找到机会 个人每开二道 为国际学校以5比零大胜月华中学 连续两年晋级决赛 另一场四强就由红衫的胜工会中学 对上传统竞女培华中学 虽然培华在疫情前 在小组赛就未输过 但隔了5个月回到球场 感觉有点陌生 里球队长陈恒杰起脚当中微弹出 错失先去刑路的机会 半场双方互交白卷 祖君指得7年的胜工会 在换边之后 踢法变得更加进取 里球力度就差点了 吴姜局直到在保时阶段 转线被胜工会打破 里球各球攻势虽然被陪华解围 但在禁区外的金厚林 控定之后 利用精彩的软射成功凹过门章 带领胜工会拙杀对手 贤胜1比0 对市首次晋级决赛 来到教练廖建祖和一班球员都非常兴奋 决赛将会在今个月25日星期六晚7点半 在科技大学举行 学界篮球A组决赛职位已经产生 国际学校在四强淘汰胜心英文中学 首次打入决赛 将会和裴正争夺雷A冠军 至于男子的四强战况相对较紧臭 镜萍和申华经过一番苦斗后 最终镜萍相隔12年 再度继身决赛将会对着月华 先看看男A的比赛 復赛之后就剩下一场八强赛事 月华就以60比57 三分之差淘汰胜功会赛高中学 相隔一日进行四强 黄衫的月华就对着澳门大学附属应用学校 两队上一届都在准决赛上远 月华就击败对手兼顺利封凰 今届战况澳大副校都未能摆脱月华 四连霸的月华开赛已经进入状态 队长陈舒缓除了交出四次助攻外 更贡献11分 协助月华半场领先29比19 落后的澳大副校 凭余子峰攻入23分和7个篮板球的数据 为球队苦苦力追 不过月华得分点较多 三人拿到双位数得分 包括梁伟洞攻入阵中最高23分和15个篮板球 当中包办球队第四节的前10分 带领月华在未落后过的情况下 以65比41击败澳大副校 将会力增蓝A5连霸 决赛对手是镜瓶 另一场四强战方更加紧臭 由白衣镜瓶对着申华 两队都不是决赛的常客 镜瓶双隔12年再度打入四强 而申华就是首次制身准决赛 双方全场7次活换领先 拿到15分的李家亮和李志豪接连得手 镜瓶首折领先16比9 落后的申华捧珠何浩然展开追分模式 他攻入全场最高29分 和拿到20个篮板球的双双数据 协助申华半场追到落后25比29 下半场双方更加争持不下 李志豪一个打入内线 贡献阵中最高24分 队友李家亮同样杀入内线放揽得手 之后新华利用全球拆解对方的全场盯人战术 第三截完两队拆到44平手 新华第四截有两名得分主力五番 镜瓶就承着气势 尾段把握对手的失误成功长分 最终镜瓶以64比58击败新华 相隔12年再次制新男A决赛 转看看女A方面 其中一场4强由白衣的裴正对劳孝 裴正8强淘汰未免化地马 因为新冠疫情关系 相隔超过半年才进行4强 但裴正仍然能够延续气势 他稀同自投自抢兼博倒犯规 他攻入13分和11个篮板球 业助裴正首节领先13比6 落后的劳孝第二节初段陷入得分坊 一度落后6比16 凭着队长邓寶如拿到8分 为劳孝收窄到4分差距 不过裴正很快又将分差拉开 看到球员上的配合更加顺畅 楊远营助攻王永辉男帝得手 进入状态的楊远营 多次打入内线博犯规 全场12次站在佛球线上射入7球 裴正半场领先29比20 下半场继续主导营 更逐步拉开分差 这次同样快攻配合男帝得手 至于下风的劳孝 之后有3名主力都拿到4分 不多不少都影响发挥 国外仍中距离命中 虽然只有4分进长 但都拿到10个篮板球 之后再是他转身上篮 但周未能协助球队扭转形势 陪正最后两次成功压制劳孝 只得到个位数得分 加上阵中有3人做出双双数据 结果陪正以56比29击败劳孝 相隔一届再度制身决赛 将会同黑衣的国际学校争冠军 国际学校是强对着胜心英文中学 两队在小组赛交过手 国际学校当时以18分取胜 今场同样有稳定发挥 第三次国际学校一度领先23比10 落后的胜心英有贡献6分的邓远亭接连上篮 以及攻入7分的李永森男帝得手 一度为胜心英追到19比24 不过国际学校全队拿到56个篮板球 比对手多17个 亦是胜出关键 尼特尼成功抱篮 联同交出14分的队长林爱莉 带领国际学校35比21击败胜心英文中学 首次打入决赛 学界篮球A组的决赛值为全部出炉 决赛将在下星期一 在中袍职中体育馆居行 下午6点30分进行女A决赛 由国际学校对陪正中学 紧接的8点30分 就有力增5年霸的粤华中学对镜平学校 届时澳广市网页和移动装置应用程式 也会同步直播 收听的观众记得留意 除了足球和蓝球之外 学家羽毛球A、B两组的赛事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亦产生了冠军 类至A组的决赛 正观应学校的培子华 轻松直落两局 击败联国学校的林学妍 禅联女A的冠军 网营我知道男子组的赛事 似乎战方更加激烈 没错 看到我都紧张一份 永环中学的梁玉聪 在领先一局之下 被正观应学校的培子华追评 不过最终梁玉聪都挺得住压力 局数2比1击败对手 成功为免 受到疫情影响 今届学家羽毛球 复办的赛事自得A、B组 并需要在一日内完成 对球手的体力 都是一大考验 比赛在浸讯体育馆举行 压组上演的是南A决赛 由黄生永环中学的梁玉聪 对着郑观应学校的培子俊 上届冠安的梁玉聪率先入局 理球来回多半后 逼到对手失误 僅一度领先到11比5 受局梁玉聪的表现都较逸 未受到太大压力之下 以21比17先下一成 不过第二局就形势有变 虽然梁玉聪一度领先4比1 但相比起第一局就较为心急 反而出现较多失误 相反落后的培子俊沉得住起 中段一口气连拿6分 这球直线扣杀的落点都相当漂亮 反超比分到11比7 由于男子A组是由八强的阶段开始 球手要一日应付三场比赛 体能方面都相对有点吃力 其实培子俊是全职运动员培彭峰的弟弟 也有些阿哥的影子 培子俊在反超比分到13比12 就再没落后了 结果以21比16攀平大分 你两位代表队的成员 在缺省局都斗得相当激烈 外面的梁玉聪虽然早段落后1比4 但经过调整后就一分分去打 率先来到赛点 领先20比19 但培子俊都咬得细牙关的 一度追到20平手 去到关键时候了 就看谁发挥稳定 结果是梁玉聪的 成功连拿2分 最终吊时欠胜22比20 局数2比1 击败对手 成功为免 我第三个 我的心态就是慢慢稳定些 不急着去拿分 慢慢一分一分来 失误都不要紧 总之慢慢调整好的状态 今年我也是最后一届 我毕业了 我最后一届都可以蝉联冠军 我感觉都很开心 这一年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女子A组决赛方面 同样有培斯家族的球员 南三郑观影学校的培子华 对着联国学校的林鶴言 培子华在上届已经是 越级挑战了 并轻松拿到冠军 今届培子华继续挑战自我 同样都没有受到太大压力 去到中段 已经建立优势到15比6 尾球都打了很多的来会 培子华最后选择轻轻一防 林鶴言都反应不及了 去到第一局的局点 用回同一招 培子华先赢21比10 培子华赛后讲到 由于首场轮胸 对自己的体力就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整场都控制着比赛节奏 第二局都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中段连拿7分之下 赖开到11比2 可谓令胜负失去圆烈 年近15岁的培子华 最终赢21比8 直落两局胜出 线联女A冠军 因为是越级挑战 都连续两年避免了 很开心 对着学者可能会有点紧张 不过都是要放松一点去打 要发挥到出来 赛后都随即进行颁奖礼 南A冠军是梁玉聪 亚军是培子俊 桂军就由奴孝的王国永拿到 女A冠军就是培子华 亚军林鶴言 桂军是姓罗萨英文中学的王清华 这段时间先休息一会 节目第二部分回来 会有专访环节 以及其他本地的提坛消息 欢迎回来节目的第二部分 这一节我们邀请到澳门黑熊的职业 藍球员黎家栋 上到我们这个节目和我们聊聊计家 黎家栋欢迎你 其实一见到你 其实我也想到一定是打类球 为什么身形上非常高大 其实当初为什么会打类球 打类球的梦 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 职业藍球员 一听到澳门有职业球队的时候 其实也很想成为一份子 而且打类球本身就是我的兴趣 如果可以把我的兴趣 变成我的职业 其实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事 其实过往 在澳门打过耀阳 福建 还有学校的队伍 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在澳门这个篮球圈里面打球 到现在可能是 参与了一些职业的球队 其实你自己觉得 两者之间 比如业余球队的训练 和职业球队的训练 其实分别在哪里 职业球队和业余球队的分别 其实有几件事 比如可能是职业球队 有几个教练去分工 可能是有体能教练 防护员 业余球队就可能是一个教练 包揽所有的东西 还有训练时间方面 其实职业球队可能一课 我们黑熊 一个星期有十课的训练 一课的训练 可能是一个半钟 两个半钟 而业余球队可能很多 很多队员 他们是有正职在身 包括教练都可能有正职在身 所以可能他们的分宴时间 就没有我们那么充足 最后就可能是 职业球队可能是 看数据多些 你的数据就可能会影响你的上场时间 刚才你也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球队上 对于数据都比较 会着重一些分析 你自己觉得如何看自己 一个自己个人状态 在数据上的事情 或者数据方面 其实教练就希望我 是拿到蓝板 其实可能得分不是很需要很多 可能是准成到 会比较要提高一点 他就这样说 可能现在 我的训练就可能就是 专注在这两个东西 就是蓝板防守和射三分 打个比喻 可能过往一直在澳门里面 可能是比较佔主力部分的工作 多些 其实两者之间 你觉得自己的角色是怎么样 首先在球队方面 我的角色可能就是 一个防守型为主 然后进攻的时候 可能在外面等借 射三分 然后主要组织 都是由外援去发动组织 这样的 而在澳门队方面 可能是 我会参与多些组织上面 然后可能是 发动进攻 都是可能经我首先的 而 和外援沟通 其实都是一个 要作出改变的方位 因为打法和心态都要作出改变 其实 但是在澳门队 其实 和大家沟通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从小打到大 大家都熟悉大家的走位 一个眼神都知道如何走 其实两者的分别都是这样的 刚刚你提到 和外援沟通 就是在球队里面 其实如果你现在 刚刚开始 和外援比较打多几季 其实自己觉得 会不会说 对你来说是另一种挑战 因为过往可能 好像你说的 惯性已经是 和其他的球员夹惯 其实会不会有分别 其实会有分别 因为始终 我们队有三个外援 可能每一个外援 都有每一个 不同的打法 可能因为外援 可能每个季都会不同 所以可能每个季都要 跟不同的外援去夹 其实都是一个挑战 一个难度 另一件事就是 在球队里面 你的身份会比较特别一些 因为你是本土的土餐套 澳门的南球员 会不会对你来说 会有一个背负 就是我这个身份 更加要为澳门的 南球运动员做一个榜样 身为我们第一支 职业球队的第一批 本土球员 其实背负着一些压力 也是有的 因为始终在澳门 球迷面前打球 是一种挑战 以及一种动力 然后也很想去好好表现 去告诉别人 其实澳门本土球员 都可以帮球队去赢球 都希望用实力去证明 给世界其他人看 就是澳门球员的水平 都开始慢慢提升 希望可以帮澳门球员证明 就是告诉别人 澳门的水平 其实是慢慢提高 那在黑熊现在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黑熊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们也是先做治愈训练 知道我们黑熊 就会有报道的本地联赛 正常来说 可能都会在八月开始 正常团队训练 以我所知 其实在APL那边 暂时今季因为疫情期间停留 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 你自己如何保持着状态 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脚就刚刚是不幸的受伤 等到差不多2月中的时候 开始慢慢做一些复健 和做一些力量训练 然后随着我们 但是那时候 澳门的男球场是没有开的 就是全部 那些体育设施都关闭了 那可能是 只是在家里 然后球队的指示 就是有些体能训练 让我们保持状态 而慢慢随着4月 那时候就开始 很多健身体育 都开始做健身 然后很幸好 澳门队 澳门男球队那边 就争取到有场地 就是让我们去练习 所以我们也有练习 那边 澳门队那边练习 才练习状态 除了ABL 或者可能对你来说 已经是一个新的平台 这两季 那会不会再想有什么冲击 其实我的目标 首先是帮ABL的 就是我们黑熊队 就拿ABL的冠军 然后就希望去继续提升自己 以及多些上场时间 最后就可能是 觉得自己提升到一个水平之后 就可能希望去挑战一下CBA 畢竟CBA也是国内最顶尖的联赛 希望自己可以走到多远 那在职业运动员的生涯里面 其实有一定年数 其实我们都清楚了 你自己觉得最期望自己 可能我打到多少岁或者怎么样 才会是你最理想的一个职业生涯 我觉得 我如果要考虑退役的时候 可能真的是我跑不动的时候 但其实也很想像 Wins Carter 今年他四入三岁 今年才是NBA退役 其实也很有这个想法 但毕竟未来没有人知 可能我会有一个大伤 所以我就会觉得 当我真的跟不上球队的节奏 和跑不动的时候 就真的会考虑退役 那相对来说 这一个比较远一点的事情 或者从现在这个角度起来 对你来说 如果我运动员做得好 往后的日子 你觉得自己会不会 再走上佐教的道路 体能教练 诸如此类 还是 我都可能转一些不同的 直接不是蓝球圈的东西 会不会在退役上 有点考量一下 首先退役来说 其实因为 我认为 有一段 还是有一段路 可能就是 没有很详细的计划 但是以 我现在的方向 可能是为 为了 就是现在在球队 学多些东西 可能回来 就可以培养 多些本地的年轻球员 这样就可能是 可以 可以将澳门的蓝球水平 继续提高 以及可以将澳门 在国际舞台的知名度 可以提高多些 刚才你提到年轻球员 就是将一些技术 或者所识的东西 提升回到年轻球员 在你的角度 以一个职业运动员的身份 怎样去鼓励 或者怎样去提点 未来有兴趣 在这个方向走的年轻人 其实我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 是可以 参加多些不同的比赛 不只是澳门本地 或者外地 都可以参加 大型小型的比赛 因为 在这些比赛里面 你可以 认识到很多人 多些人 又可以 学到很多东西 还有 最重要是 不要怕去试 可以 踏出第一步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 就好像我那时候 大学的时候 去香港参加了一个比赛 当时都打得 表现不错的 就可以 有其他球队来找我 即是跟他接触 这样的 其实 踏出第一步 真的很重要 因为那时候 之前 有一个机会 就是没有去踏出的 但是 第二年 真的 的气心肝去参加这个比赛 就觉得 其实 参加这些比赛 是可以 曝光多些 就可以被更多人认识你 还有 最后一点 就是我认为 不要被一些外界的 因素 去诱惑 到 是专注去训练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最后 在你的角度 想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澳门现在 一个职业蓝球的目标 其实我们 还有什么愿景 对你来说 我期望可能 澳门的蓝球界 如果要一直走职业 的话 会想是怎么样 首先 希望 因为我们 走过出来 希望大家不要再认为 澳门打职业是没有可能的事 因为 其实 就是因为我们走过出来 给大家看 澳门是可以继续发展 澳门蓝球 即职业的运动 因为 其实 职业运动员 其实在 国外 还有很多地方 都是一个 很正常 很普通的职业 就是工作 其实 是想告诉大家 澳门 都有潜力 发展 是 多多 职业 就是 职业化 好今集 我们很高兴 黎家棟 来和我们分享 职业蓝球员的一些趣事 在这里转看其他的消息 过去一个星期 除了有学界菜市 服办之外 体育局 亦都一年两日 举办大众康看嘉莲华 吸引了不少市民到场体验 运动乐趣 随着疫情有所稳定 体育局陆续举办不同的大型活动 包括这个一年两日的大众康看嘉莲华 在塔石广场举办 活动主要分为四个主题区域 包括舞台表演区 动感床关区 财色世界区 以及运动体验区 虽然天气炎热 达到30度以上的高温 难道无阻一班市民出来玩的 参与一下看一些节目 来玩一下 来参与一下一些体育活动 因为疫情关系 大家都觉得运在家很闷 政府多搞这些活动 我们的市民都 有些东西出来玩一下 活动适合不同年龄层的人士参与 因此吸引了不少家长 带上小朋友到场参加玩游戏 赢取赢奖品 顺便还可以析渐筋 疫情这么久 很久都没有做过运动 今天有这个体验日 带着朋友过来玩 大家都在家很久 应该多出来活动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举办 带中康提嘉年华的活动 推动市民积极参与运动 提升身体素质 不过当然都有设立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不单止所有进场的人士都需要佩戴口罩 出示健康码以及量体温 每个摊位都设有消毒液 市民要先消毒商手才可以玩游戏 至于场外多数也有贴出告示 提升市民排队都要保持一米距离 有市民就说 认为防疫设施充足 澳门都已经颇多日没有这个疫情新增 所以就没那么害怕 其实戴好口罩 做个人维生做事就很好 另外也都有市民建议 希望能够举办更多这类型的大众康体活动 体育局大众体育处处长盧耳雲就表示 下半年有机会会举办多些这类型的活动 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 上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基本上有些取消了或者有些延迟了 在下半年我们都会搞多些大众体育 给市民去参与 无论是户外户内 大人小孩 合家欢什么类型 我们都希望可以覆盖到 可以令到市民什么年龄层都好 都可以去多些参与 强身健体 见到市民都玩得很开心 也都热闹的现场 我觉得都是达到预期的效果 盧耳雲补充 今次活动吸引4500人次到场参与 好了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 京健群英除了星期二晚10点半首播之外 星期三的上午10点半 下午的三点钟 在澳市澳门、澳门体育 以及澳门资讯都会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 重温今集的内容 都提提大家 本台在今星期会继续直播多场足球赛 除了日本职业联赛、英格兰冠军联赛之外 周末也会有中国超级足球联赛 另外我们还会直播 《学阶排球》 以及《蓝球》的决赛 记得留意收看 今集节目就到这里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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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